大家好 我是印度玩流语 我是印度玩战斗 中秋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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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 战斗 你吃过特别吗 我吃过 什么时候 以前 以前 你以前 说多了都是累 说多了 不说不说 战斗 战斗 不管什么口味里面加了蛋黄 一定非常好吃 而且要是咸鸭蛋黄 有吗 有有 有吗 肯定有 所以你知道中秋节有哪些习俗吗 中秋节一般在我们家的话 首先最重要的是团聚团圆 因为你知道中秋节的月亮是非常圆的嘛 那圆代表什么团圆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中秋节这一天呢 家人们可以一起团团圆圆的 然后吃个晚饭吃个团圆饭 吃完饭之后呢 到了窗边去看一下月亮 赏月 是也是一个传统的习俗 赞兔 你的家乡有中秋节的书房吗 有 就是 家人一起去饭 然后 月 月亮 月亮 我们一起看月亮 这不都一样 你吃这个吧 那你吃这个吧 好 打开看看是什么 清香莲蓉 哦 老五人月饼 恭喜你 吃到了所有月饼当中最好吃的一样 最好吃吗 最好吃 没有之一 它里面有非常多 你知道里面有五个坚果 坚果 对五元 五个内容在里面 好坚果 好好吃 好吃 煎的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对 基本上吃过月饼的都不喜欢吃五人月饼 但是你觉得还可以 还还蛮好吃的 是的 你再尝一下这个 黑色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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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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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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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 嗯 什么意思 好吃 哇 哎这真有点黑暗料理的味 怎么样 那不就来了吗 真的有这个吗 什么 你什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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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厉害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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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舒服